欢迎你和我一起炮新闻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哥哥金正男 在KLIA2被暗杀9天后 卫生部今天召开了第一个新闻发布会 解答各国媒体对于金正男遗体解剖的疑问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医生指出 遗体没有明显的针刺伤口 同时也排除金正男是死于心脏病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医生 星期二下午召开记者会表示 吉隆坡中央医院法医鉴定中心 是在本月15号早上10点 接收到一名朝鲜籍男子的遗体 中午12点45分展开遗体解剖 当天傍晚6点45分完成解剖 他证实目前未能确定朝鲜男子的死因 但是没有证据显示死因是因为心脏病 没有证据显示死因 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医生 从遗体取得的法医样本 交由查案官送往巴达林在野化验中心化验 目前也不会进行第二次的遗体解剖 植剔判卓埋卓劲件被拳当与司韬的医 Bunu替 Conversely 人生病, и также на死亡 的互相仍然在目前 現時,并 не有其他一桶 被硬於人生病 的 ties發過多久 How long does this Rath Lab report take? 的意思是? 我不會回答這問題 因為這 Region幣不是在高等 我们必须送这个到另一个科技部 还有一个问题吗 它是根据科技部 炮新闻 刘瑞敏报道 金正南九天前在KLIA2被暗杀以后 他的儿子金韩松传出昨晚从澳门飞到吉隆坡领事 不过金韩松到底有没有来我国始终没有一个答案 韩国阿里朗电视台英语新闻报道 金韩松今天凌晨在马来西亚特警的保护下 进入吉隆坡医院的太平间认识 他在逗留中央医院的一个小时内 也根据我国要求抽取DNA以鉴定与金正南的关系 无论如何卫生总监拿督诺西山医生表明 至今还在等待朝鲜男子的近亲前往理事 金韩松目前到底身在何处 看来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另一方面 卫生部长拿督斯里苏巴马连强调 金正南暗杀案中 没有任何一方应该质疑马来西亚法医团队的 验尸和身份识别能力 苏巴马连表示 马来西亚政府曾经参与多项国际验尸工作 对验尸程序了如指掌 强调马来西亚法医团队的精神 无庸置疑 我们在KKM的国家的国家非常有的经验 我们在KKM的国家的经验 我们经验我们的经验 以各种各样的事件 一种重要的事件是MH17 当MH17发生了 我们的组织在英国的国家 我们的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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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200个身体的组织 我们的组织在 所以我们完全知道 什么要做 去组织在 我们的组织在 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组织在 我们的组织在 去组织在 谁是 和什么 苏巴马连表示 只要金正南的儿子金坛松 抵达马来西亚 警方将会协助他 完成认识程序 就是从他身上 抽取DNA样本 确保领事人 就是金正南的儿子 朝鲜大使江浙 星期一谴责马来西亚警方 有隐异常的操弄 金正南暗杀案的调查 以污蔑朝鲜金正恩政府 这让首相拿杜斯里纳吉 大动肝火 在今天回向朝鲜大使 指责我国政府的做法 非常粗鲁 这段时间 我们没有理由 为了 为了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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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不邀请的,它是认为 diplomatically rude 上的部分,但是马来西亚会坚持 犯罪在马来西亚,因此它是 判断我们的真实,他们应该帮助我们 找到真实,这比较重要的 比较厉害,因为马来西亚 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永远是一个国家 首相强调,我国拥有绝对主权和本身的法律 在处理金正南暗杀案时,绝不会受任何人摆布 另一方面,马华总会长廖忠来今天反抢 朝鲜大使江泽,无礼唱衰我国政府 朝鲜大使不能够这样的一个无礼的指涉,我们认为这个是已经 超越了作为一名大使的这个犯的权限,所以我们的外交部已经 召见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我们一定要严厉的警告 这位大使不能够破坏两国的关系,我们尊重,我们跟朝鲜的关系是良好的 不能够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件而影响了两国的这个关系 廖忠来认为,朝鲜大使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就只被暗杀的 而金哲不是金正男,这样的举动让人非常惊讶 炮新闻,张雨柔报导 此外,被马来西亚政府召回国的驻朝鲜大使 布浩莫尼詹莫浩莫,今早从朝鲜平壤过进中国北京国际机场 准备转机回国时,向媒体表明 马来西亚的调查单位是以专业的态度展开调查 并会公平对待各方,因为马来西亚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人 星期一在马来西亚南部两个关卡 全面启用的摩托车自动通关系统M-Bike 使到摩托车骑士的通关程序不快反慢 连续两天,新柔长堤从凌晨4点开始 就有数以万计的摩托车大塞车 移民局总监拿都司里穆斯达法阿里 今早清零巡视新柔长堤和马兴第二通道的M-Bike通关情况 新柔长堤第一天采用M-Bike通关系统 许多摩托车骑士在新山关卡按捺不住新系统的问题 纷纷自行闯关 移民局总监穆斯达法阿里今天巡视新柔长堤和马兴第二通道的新系统使用情况后表示 摩托车骑士因为不熟悉新的通关系统造成速度缓慢 他要骑士多一点耐心 星期一早上,新山关卡至少有8个M-Bike闸门出现错误 造成摩托车道大塞车35名骑士直接闯关 加上一人挑衅移民局官员 在1966年马来西亚护照法令第二至二条文下被扣留 早前被反贪会逮捕的乡村籍区域发展部原任秘书长 拿督莫号墨阿里夫和他的长子 今天分别在吉隆坡和雪兰儿沙岸南法庭面对贪污和教唆贪污的指控 乡村籍区域发展部原任秘书长拿督莫号墨阿里夫 今早在吉隆坡地方法庭被控教唆35岁的长子 接受20万新元或是相等于55万令吉的汇款 抵触刑事法典16-A-B条文 他的长子阿末祖凯利被控向一名负责沙巴山打根 一项电流供应工程的承包商 索取20万新元的汇款 已将有关项目颁给有关承包商 触犯刑事法典16-A-A条文和-B条文 面对两项提控 父子两人否认有罪 地庭法官阿祖拉批决每人以20万令吉及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并责定此案在3月20号再次过堂 镜头转向澳洲墨尔本 一架载有5个人的小型飞机 星期二起飞不久后 失控撞向移动购物商场而爆炸起火 机上5个人全部死亡 失事的小型飞机在早上9点 从墨尔本爱斯顿机场飞往澳洲塔斯玛利亚的国王岛 不过飞机起飞不久后就故障 机师曾经发出求救 不久飞机撞进这家购物商场 庆幸购物商场当时还没有开始营业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一起跑新闻 谢谢观看 赞な赞な赞な赞,欢迎订阅